早开始俄罗斯空军就以战斗民族一贯直接了当的方式踏上了叙利亚的战场 但是我们看经过多轮的空袭之后 人们惊奇地发现俄军所出动的武器装备 似乎并不打算说把这次任务看作是一场单纯的反恐行动 高科技一乎寻常地成为了这次行动的关键词 那么首次征战中东的俄罗斯空军为什么要这样大动干戈呢 今天咱们的军情观察室就来重点关注 对于并不乐观的俄罗斯经济来说 这样一场先进武器炸锥的空袭行动真的可以长期持续下去吗 咱们先从一段火药味十足的天气预报说起 2015年9月29日晚 俄罗斯民众像往常一样准时打开电视 准备收看俄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天气预报 然而节目一开始 人们便察觉到了此次天气预报的与众不同之处 只见主持人身后的背景屏幕上 醒目地展示这一架俄罗斯空军战机 而这位身着一袭红裙的美女主播 更是紧接着播报了一段空袭气象 2.4米 十分有利于战机飞行 而在此气象条件下 飞机可以在云层下方俯冲 对地面目标实施有效逃行 进行这番解说的同时 主播背后的大屏幕随即展现出俄军战机 从距地3000至5000米的理想袭击高度 向敌方坦克投掷炸弹 最后 这位美女主播用虐待保证的语气补充道 本周降雨过后 叙利亚的天气将全面转型 而这会令俄罗斯在那里的空袭行动达到理想效果 巧合的是 就在这段看似另类的空袭气象播出的第二天 俄罗斯轰炸机便马不停蹄地 对叙利亚地区的恐怖分子 正式发起了大规模空中打击 而值得注意的是 早在这些轰炸机抵达目标空袭区域的前几个小时 俄罗斯人又再次展现了其特有的俄式幽默 原来俄空军先头部队的几架战机 先于轰炸机飞抵了目标区域 从高空向地面散发了大量传单 而传单内容 则主要是告诉当地的无辜平民 尽快完成撤离 拎在其背面 配上了一幅极具讽刺意味的漫画 只见画中的恐怖分子被描绘成了玩偶 而为这一玩具提供启动和运转的钥匙 却是一直高调声称打击恐怖分子的美国 首先是给老百姓看的 最近我看电视 西方一些媒体采访俄罗斯的民众 结果观点两极分化 大部分人是支持俄军参与空袭的 但是还有很多老百姓是反对的 因为他离俄罗斯很远 你跑去参战 一个是对经济可能有影响 另外官兵的损失死亡 这个他可能有时候也不一定承担得起 因此次观点两极分化 像他的媒体现在的播放这样的一个视频 或者是战区的天气预报 显然是要顾虎实气 俄罗斯和美国其实有一个 比较明显的特点 就是说你开战前可能观点不一致 一旦开打 观点基本上就趋于一样了 比如说俄国冲突 真打起来了 你看他全民都支持 因此播放这样的天气预报 首先就有一个鼓舞士气的这么一个作用 再一个也是给外国媒体看 我们俄罗斯人已经到了叙利亚 参加反恐行动了 那么你们怎么办 我不知道西方国家会不会也播类似这样的天气预报 好像没有 都一般都是本地区的天气预报 他专门插播这个 是有他的深意的 那我们也看到其实这样一种空袭行动 应该说是高调开启了俄罗斯在叙利亚的一些反恐行动 而这样一场对于莫斯科意义非凡的中东战场新世纪的手续当中 一款科技争议的老牌轰炸机却是鬼指神差的唱起了主角 近期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自空袭行动开展以来 俄空军出动的苏24M战术轰炸机群 对靠近叙利亚阿勒坡省城市附近的恐怖组织据点进行了多轮精确等级 他们摧毁了数个恐怖分子团伙用于生产自杀式炸弹的装飞车仙 这令苏24M在此次空袭行动中显得格外强烟 而实际上就在苏24取得傲人成绩单的同时 有关于这款老牌轰炸机拖具争议性的评论也开始甚嚣尘上 据悉在被派往叙利亚执行空袭任务的俄罗斯战机中 这款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服役的老款轰炸机 占据了绝对的数量优势达到实价 而这也理所应当地使之成为此次空中打击恐怖分子的主力 而一些分析人士却指出 苏24这种爱出风头式的表现 似乎也成为了它的弱点 1975年11月9日 一艘黑海舰队的警惕号部位舰上官兵发生划变 并擅自驾驶军舰改变既定航行路线 当苏联高层得知叛乱的时候 立刻下令波罗的海舰队出动 追击这艘一路狂飙的军舰 在追击的过程中 一架零微受命的苏24战机 也率先将警惕号击伤 使之瘫痪在海上 结束了这场闹剧 事后 虽然苏24战机 成功阻止了企图发动撼乱的军舰 但在其傲人的手袖成绩背后 却略显一丝 击伤自己人的苦 而在近年来 美俄关系剑拔弩张之际 苏24同样也丝毫没有掩饰其 爱出风头的性能 2014年4月10日 俄罗斯军方单方面声称 一架苏24在当天的行动中 成功瘫痪了美军 唐纳德库克号宙斯顿驱逐舰 但事后美国军方却表示 美军的宙斯顿驱逐舰 并没有处在战备状态 而这种情况下 相应的警戒装置都没有开启 俄罗斯苏24战机 瘫痪宙斯顿的说法中 带有明显的夸大成分 其实我们会发现 莫斯科现在已经将叙利亚 变成了一个高科技的战场 而现在随着空袭的深入 也出现了一个 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怪象 14日 一队俄军苏24M空炸机编队 使用高爆炸弹 对拉卡省极端武装分子的大本营 实施了空中打击 威力强大的弹药 随即引发了地下掩蔽设施的大火 并导致最终储存在里面的弹药 发生迅爆 有消息称 由于经受不住俄罗斯一波接一波 逐渐升级的空袭力 恐怖分子打算挺而走险 试图将武器 弹药 油料 以及其他军事装备 从拉卡省转移到 同叙利亚政府军作战的前线 不过 尽管俄罗斯 对叙利亚恐怖组织的 空袭效果有目共睹 但西方媒体却集体对俄军 此次空袭作战的准心 提出了质疑 据报道 在俄罗斯轰炸机 完成首轮对叙利亚恐怖分子的 轰炸之后 英国媒体细心地将 这些轰炸目标的具体方位 标识到了叙利亚的地图上 并结合美军此前的空袭坐标 进行了对比 然而 令人感到不解的是 美俄两国同样都宣称 对叙利亚的极端恐怖组织 实施空中打击 但双方却形成了两条 截然不同的轰炸路线 美军主要轰炸的坐标 大都分布在叙利亚的东部地区 而俄罗斯 却将自己的空袭对象 锁定在了叙利亚的西部 美俄两军战机 究竟谁炸得准 成为了一道卖人寻味的谜题 与此同时 俄罗斯军方高层宣布 俄军已经将四架新型的 战斗轰炸机苏三四 部署到了前线 虽然其数量并不多 但这款战机首次亮相实战舞台 便在空袭中 直接命中了极端恐怖组织 位于阿拉波省的指挥嘴部 用实际表现 展示了其惊人的战斗力 这个苏三四 可能是承担两个类型的任务 第一个类型 就是它和苏三零一样 都具有比较强的空战性能 因为它毕竟是 苏两期系列发展过来的 那么它的先天的设计 包括启动 包括发动机 包括机载的武器装备 做一定的空战是没问题的 这个可能是在那执行一些 比如说 就是保底的空战的 这样一个装备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叙利亚政府群 可能原来有一些防空弹 不只是肩抗是毒刺 可能是从俄罗斯 或者从其他国家购买的 车载的中型的防空导弹 那么苏三四去把这个导弹摧毁掉了 这个任务可能对于苏三四来说 是比较合适的 其实我们会发现 这一次俄罗斯确实有点不走寻常路 但是随之而来又引发了 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对于现在 经济并不乐观的 俄罗斯来讲 这样一种高科技的空袭 究竟能够持续多久 2015年10月9日 据媒体报道 俄罗斯联邦政府 在当天的工作会议上 核准了俄罗斯2016年度的财政预算 统计数据表明 俄罗斯2016财年收入为 13.57万亿卢布 支出为15.94万亿卢布 两者相叠加后 出现了2.36万亿卢布的财政赤字 据内部人知透露 俄罗斯政府将动用国家储备基金 弥补绝大部分的亏空资金 不出意外 这条消息已经公布 便马上引发了外界 对于俄罗斯现有财力 能否长期维持空袭行动的质疑 然而 面对外界的担忧 俄罗斯总统的新闻秘书 随即对外表示 俄武装力量对叙利亚恐怖组织 进行空中打击 不会造成俄罗斯的财政负担 他强调指出 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大国来说 会经常举行一些突然的军事检查和演习 因此 俄罗斯对叙利亚净灭的恐怖分子 进行空中打击的费用 绝没有超出俄罗斯国防部通常的预算 对此有分析人士表示 在油价下跌和西方制裁的重压下 俄罗斯经济金明两年 或将面临衰退压力 而这可能会给国内带来富有影响 在俄战略界人士来看 空袭叙利亚的中东地缘政治不确定性 将对于推升国际油气价格起到推动作用 而这无疑会解决俄罗斯目前的燃眉之急 从经典战机集体上阵 到先进制导武器的一一亮相 俄罗斯似乎对于这场叙利亚境内的空袭行动 已经远远超过了打击恐怖组织的患者 其死刑既不单单是要帮助叙利亚政府 全面收拾旧河山 也并非仅仅要荡平极端恐怖组织 其中还蕴藏着推销俄系装备 缓解国内经济等诸多方面的考虑 而今后是否还有更新的武器 在叙利亚的空袭行动中陆续登场 让我们拭目以待